Odio Jungle 年关将至,台湾各地的警局,也开始防倒防抢的演练。平东一位中年女士,途径平东东港警局时,因演练太逼真,奋不顾身冲向匪徒营救人质,直到派出所长上前拉开说明是在演习,才肯放手。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,台湾平东东港警局,18日举行合作金库演练,演练内容释防抢即拦截围捕,剧本是三名缺钱染上毒品歹徒,持枪进入合作金库行抢,逃离现场时,挟持现场民众与警方对峙。 对峙过程中,歹徒拿出爆裂物点燃引爆,两名歹徒趁戏上车,往行原乡严谱与港方向逃逸,警方获报后进行拦截,并上传攻坚围捕,迫使歹徒器械投降束手就勤,为囚房抢眼链贴金针时,只有银行工作人员才知道实情。 当试掩持枪歹徒的警察,挟持人质逃出大门时,人质惊声尖叫,不知情的路人见状纷纷避开,但是突如其来的一幕,让在场警察悬傻眼,一名持雨伞的中年女士,路过撞见严烈,在警匪对峙的状态下,她竟奋不顾身,快步冲向追打抢匪,一名拍出所长见状,赶紧冲上前拉开说,这是演习了,这才放手,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,女士放手后跟着警察离开,但仍然不放心地回头看,警方事后看到该段奋勇抢救人质,的影片时,直夸赞大婶奋不顾身有勇气,有警察说,如果想案情节真实上演,恐怕男性民众也不敢上前,和持枪歹徒搏斗,更何况是 请问吧